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三种大家一定要小心食用的菜 否则容易中毒,甚至可致命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三种菜有哪些吧 1.新鲜黄花菜 黄花自古以来就是食用蔬菜中的上品 和香菇,木耳,冬笋并称四大树三蒸 但是新鲜的黄花菜含有出水鲜碱 如果处理不但,使用后就会中毒 新鲜的黄花菜含有秋水鲜碱 尽管秋水鲜碱本身没有毒性 但它进入人体后被氧化成的二秋水鲜碱 却是一种毒性很大的物质 这种毒素能够强烈刺激肠胃和呼吸系统 轻微的中毒症状是恶心,呕吐,拉息以及腹痛 而更严重的则会有肌肉疼痛无力 手指脚趾麻木,不正常的鱼伤 或者流血等症状,甚至可致命 2.青西红柿 青西红柿含有毒性物质,叫龙葵素 使用这种还未成熟的青色西红柿 口腔有苦涩感 吃后可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生吃危险性更大 未熟的青西红柿吃了常感到不适 青则口腔感到苦涩,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中毒现象 所以完全没成熟的青西红柿 建议不要拿去烹饪食用,更不能直接生吃 如果西红柿表面大部分成红色 紫一小部分有些青色,则没有太大问题 3.发霉银耳 发霉银耳最好不要食用 有些人只把银耳发霉的部分挖掉,再烹饪食用 但眼睛看不到的霉菌毒素,会顺着食物扩散到其他地方 发霉的银耳含有米酵菌酸毒素 加热足肺可以杀死很多病毒 但是却无法消除米酵菌酸毒素 米酵菌酸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发病急 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适 恶心,呕吐,轻微腹泻,头昏,全身无力 重者出现黄坦,肝肿大,皮下出血 呕血,血尿,少尿,意识不清,烦躁不安 抽搐,休克,甚至死亡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